5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席了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二十届亚洲科学理事会大会 会议现场,钟南山表示,假设新冠疫苗保护率达到80%,中国至少需要72.9%的疫苗接种率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钟南山称,目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数在全球领先,但接种率仅在23%左右,落后于以色列、阿联酋、英国、美国等国家 他呼吁,大家应尽快通过疫苗接种达成群体免疫,削减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中南山还提醒,当前,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经历新一轮爆发,新增病例数每日逾30万例,位居世界第一,且发现多个变异毒株,引发全球关注。 钟南山认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是当前全球疫情防控的重要问题,需要谨慎决策。 我们现在的一切做,首先,我们一定要点准备一些关注的共产生, 不要抬起来,这是一个争取,争取和抬起来,大约的争取。 We have to open up step by step, I quote Dr. Fu Quý who said So never drop the gun,不要抢跑, never drop the gun Just step up one by one The second is established a herd immunity,群體 immunity Developed vaccine against mutual virus